抗议者金纯表示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议中共 给人类带来的荼毒和迫害 同时揭露中共的狡猾和欺骗 大家记得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 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上宫徘徊 也就是说共产党它自己承认 它自己就是个幽灵 它自己是个邪灵 是个恶魔 它从来就是用反逻辑的方式 用反人类思维的方式 来思考问题的 它习惯于盗果为因 导因为果来混淆事实 混淆人类的逻辑 他提醒民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继续被共产党的谎言所蒙骗 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 并且清楚地使用正确的思维 我们才能脱离中共重返人类 另外一名抗议者金鹏表示 自己一家几代人受到中共的迫害 他希望还不清楚中共本质和吹捧中共的人 赶快脱离这个丑恶的群体 基督教也好 对文明社会也好的 这种还有对法轮功这种迫害 很多东西都是中共在幕后指使 因为它控制着十几亿的中国人民的财富 它可以尽情去挥霍 它可以尽情去屠杀所有的国内的人 华人 我希望华人都能够清醒起来 不要再被他们所蒙骗 因为中共就快倒台 如果中国人民还不清楚的话 他到时候会连带你们 他寿终正寝那一天 他绝不会放过所有华人 他还呼吁其他民主国家 不但要警惕中共 而且要行动起来 切莫沦为农夫与蛇中的受害者 等蛇温暖过来以后 没想到这条毒蛇 张开了它凶残的血腥大口 把农民给吃掉了 这条蛇就是中共这条毒蛇 所以我希望美国不要做农民 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世界的国家 你们都要清醒 千万千万不要做这个被害的农民 新唐人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道 这条毒蛇就不切补原 ads 金战 杉矶采的火